好的 谢谢 对 我叫李正 我之前是在一个 做AI诊断的 做那个癌症诊断的AI公司 一个小的startup 他们做的就是说 把那个组织切片 然后的高清扫描图片 然后用那个deep learning neural nets来识别 是否有癌症 那个高清图片 基本上就是像素非常高 就是billion级别的像素 然后他们有一个 非常exclusive的dataset 他的dataset是有 从一个非常知名的 一个癌症医院得来的 所以说他们有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优势 但是我在那做了 做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换工作了 后来去了一个自动驾驶的公司 然后做那个跟AI相关的 AI platform 然后我的感觉是 我非常首先前面的嘉宾都非常理想 很敬价 然后尤其同意这个前面那个嘉宾说了 现在很多的话就说 不单单是这个model 其实Tesla 比如说他做自动驾驶 他只有爱是个真正做model人 其他大部分人其实是做周边的engineering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从找工作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你想进入到AI这么大的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如果你的coding很强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试着做一些把你的engineering念好 然后做周边的这些AI的engineering part 现在这些 这方面也有很多的创业公司 比如说那个Whats and Bias WNB 他们是专门给就deep learning 确认deep learning model 然后给你那个track 这些experiments 给你做这些实验的这些管理的 还有一些做数据的各方面的都有 因为美国的AI公司很多 然后所以周边做这些产品的公司也会来一个 所以这有个名词叫MLOps 跟之前的DevOps对应的 就是说他会在machine learning方面做一些operation的工作 把你的比如说data pipeline 把你的model比如说deployment 你的model training的过程 他都把你管理好 所以这样的人其实需要的人非常很多 这是一个 然后其实我上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想请教一下 这些我们在座的这些嘉宾 然后请问一下大家 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面 或者学校里面做这种taining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用到这些一三番的这些true 像我刚才说的Whats and Bias 或者你用到了Data Breaks一些产品 就相关的这些machine learning的这些产品 因为在我看来这些产品将来就是现在的比如说Excel 就是它能够帮助人提高它的productivity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你做financial analyst 你要用到Excel 你赚的也很多 但是做Excel的人他也可以赚 所以说这些tual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 你们有没有用到那些这些tual 来帮你们来train这些mode 整个的pipel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哪位嘉宾可以来回应一下 比如说你们公司里面是不是用Data Breaks 类似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些云的一些东西对吧 我插一句 我非常同意真前面说的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情况就是像这两年 就是ML Ops的那种提法非常热 大家都在做 以及就是现在最近像这种machine learning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念人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有一整套的应该念人 可以support你这个machine learning model 从你的数据以及处理 以及到那种training 一直到deployment的这个流程 其实就是说 如何能够标准化这个流程非常重要 但是就从实际使用的角度上来说 当然这个东西我也在官网 因为部分原因是因为 这两年虽然这比较火 但是好多公司 就不光是有很多公司 小公司开始出一些产品 以及就是很多大公司 他们都有自己的几个方案 就是ML Ops主要就是Data Breaks那边 就是Data Breaks那边 他们有一套东西 然后我印象当中Netflix有他们自己的系统 就是有好有好几家都有一些那种自己的不同的那种名字 我都有点记不清楚那些名字 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些那种大公司的 他们那些那个整个的那个workflow 会不会和他们自己本身的内部的infrastructure比较相关 这样的话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你实际上的通用性 跟一致性是会有些问题 就是你就不知道你如果使用这同样的业务流程 就是工作流程的话 你是不是就是在你公司是不是适用 他不一定 对吧 就是就是这主要的问题就是我觉得 就包括可能有很多其他的那些 就是团队领导的话可能都有类似的问题 就是还在还在观望 因为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说有哪一个产品 有有有有哪一个这种类型的产品 可以有那种一统天下的趋势 大家大家都还在大家都还在看 但另一方面来说确实像我自己公司的话 如果有的时候有一些 有的时候我会让一些就是底下的工程师 或者Data Science去去试一些产品 就是会有一些时间我就说你 你大家可以试一下一些不同的产品 和一些那种工作流程 就是看是不是有适用的 我们像我公司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说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产品 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一个系统 可以打通这件事情 就是说确实是头疼的 确实是头疼的 但是但是另一方面来说 你也不想过早的lock in 到一个到某一个产品里面 因为因为这整个行业变化比较快 可能会就是从从就是那个技术领导的角度上来说 你可能会有这种担心 就是万一你lock in 然后接下来就对吧 那个创业公司不行了 然后然后你可能就就移植的 移植的成本就会非常高 所以总体来说还是在观望吧 就是说的非常好 谢谢 我们公司也会去试一些产品 但最好是免费了 如果因为如果收费的话 我们要批准的流程时间来说都长一些 免费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内部稍微走个流程 你可以有的东西你直接可以试的话 你就直接试 如果需要别人帮你设置的话 可能就内部走个流程就可以批准了 就可以尝试了 现在社网上面的产品太多了 现在更大的问题是 就是怎么选择一个产品来符合自己的需求 对的 我之前也用过Data Bricks 对 其实我可能也我用的不是多 用一年多 一个感觉就是说 那他就是说 他比较好用的就是说 他把这些语言上的一些instance 和他自己一个notebook结合在一起 对吧 他所有存储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 但是他好像 deployment的话 还是另外一个概念 对吧 你好像我用的情况的话 就是只能说 我去train个model train个model以后 我在上面跑 跑完以后呢 但是它存在某个地方 但是我deployment的话 是另外一套 那可能跟我工作环境有关系 所以这块呢 我也想问一下那个李正 就是说你现在觉得说 全流程这种东西的话 你觉得会哪些 你觉得比较好用 以及就是说 反正我现在看到 好像还并没有全流程 对吧 比如说只 只在model training那一块 其实如果是一些 比较小的model的话 似乎跟在本级上跑 也没有什么太实质的 区别的感觉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一个经历 所以也想问一下李正 你现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是在处在调研的阶段 因为有公司 其他公司也是找到我们公司 想要我们试用他们的产品 然后Wits and Bios 其实说实话 是现在大家 其实已经用的开始 用的比较多了 然后其他公司也在模仿 然后在integrate跟他们 但是他们做的 只是做model training那一部分 他们也没有做deployment 甚至没有做datasets 这一块 然后我最近看了一家公司 叫spell spell.ml 然后是以前 Facebook一个director 他创建的 然后他们其实做的 就比较有点管而全 然后他做training 也做一些dataset dataset的管理 然后还做deployment 然后具体的话 其实我们公司的concent 跟之前前面的嘉宾 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适用的话 不想lock in 所以说现在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然后所以说还是处在一个 群雄逐鹿的阶段 然后我也想就是说 看有没有小伙伴 有这方面的想法 我们可以讨论讨论 然后看看有什么 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确实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但是我觉得将来 肯定会有一个 会有一个比较standard的 一个东西出来 大家都比较认可的东西 对 说的非常好 好 好